一辆农用三轮车刚刚驶入市区 被路口执行的交警看到后 示意靠边停车 人货混装还抄载 交警做出了车辆扣 罚款500的处理决定 说话的男人叫郑涛 一行人是去汶川镇区救灾的 众人向交警说明了 他们要到四川救灾 还拿出了车里的工具给他看 交警震惊之余 也被这群朴实的汉子深深感动 拿出身上仅有的100块钱交给众人 说是给灾区人民的一份心意 提醒众人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就这样 交警不但没有处罚众人 还搭上了自己三个月的烟钱 这是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日照好人》 讲述了十个地道的山东农民 开着农用三轮车 经过四天三夜的长途跋涉 途经五省横跨大半个中国 赶到四千里外的汶川灾区救援的故事 2008年5月12日 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0级特大地震 众人围坐在电视机前 收看着灾区的报道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这时村长郑涛提议 众人纷纷表示愿意一起去 第二天一早 各自拿上工具和行李 一大袋山东煎饼和一桶水 十个从未出过远门的汉子 浩浩荡荡地上路了 商量好每人拿出了500块钱 除去路上的花销 剩下的全部捐给灾区 渴了就灌口凉水 饿了就煎饼卷根大葱 凑合一顿 为了省钱和早日到达灾区 众人吃住都是在车上 坐渡轮时为了省下十块钱 和老板商量好十个人都坐在三轮上 不占他的地方 听着广播里灾区的报道 众人脸上都露出难过的表情 交钱回来的邵峰 听到一个小伙哼唱着小调 就上前劝说他 整首唱歌不合时 被小伙一拳打出了鼻血 倔强的邵峰 依然认为自己做的没有错 他不明白 人与人的悲欢 怎么是不相通的呢 路过一个收费站时 见前面的救援物资车免费通过 就向收费员 说明他们也是支援灾区的 没有任何证明的 他们自然不被相信 最终还是交了这十块钱的过路费 就在商店买了块红布和一瓶墨汁 写上山东日照农民救灾志愿者 希望这个条湖 可以成为以后的过路过桥费 第二天清晨 一行人进入了江苏省境内 三轮车忽然停了下来 原来车子没油了 众人推着车 直到中午才找到一个加油站 工作人员看到车上的条湖 就把站长叫了出来 你们大老远的去抗震救灾 我们加点油算得了什么 这多不好意思啊 就是什么不好意思的 咱们啊都是在为汶川加油 是啊 全国人民此时都正在为汶川加油 又经过一天的颠簸 众人进入了河南省境内 这两天吃煎饼喝生水 大家都开始拉肚子 再这样下去 恐怕都要病倒了 就决定在路边的饭店吃些东西 老板娘建议下来了那么多客人 十分开心地招呼众人坐下 菜单在十个人手中转了一圈 只点了一个土豆丝和一个西红柿汤 服务员小丽问还要什么 郑涛尴尬地笑了笑 说够了 老板娘看到十个人就点了俩菜 心想居然还有这么扣的人 老板娘再次失算了 众人为了省钱 都吃着带来的煎饼 两盘菜刚上桌 瞬间就被一扫而空 热水倒是喝了好几壶 碰到这样的顾客认谁态度也好不了 买馒头回来的小丽 笑着拉老板娘来到外面 看到车上的志愿者调服后 深深地为自己刚才的态度 两人端上了满满两大盘的肉 众人都不敢动筷子 说他们没点这俩菜呀 放心吃吧 我们老板卖单 吃吧 有啥需要来 照我 众人心中一股暖流涌动 老板娘不仅没收饭钱 临走还送了一箱矿泉水给他们 你们这么热血串的帮助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好的 什么啥呢 你们不是也是去帮助别人吗 离开饭店再次启程 又改了一天一夜的路程 三轮驶入陕西省境内 因为不能走高速 超进路时 却走进了一片深山 众人正商量怎么走时 来了一个带路的小伙子 20块的带路费 他们自然不舍得花 小伙准备离开时 看到车上的条幅 再次回来 免费把众人带出这片山区 车子重新开上宽阔的马路 来到高速收费口 向工作人员说明了他们是赶赴灾区的 但规定终究是规定 既是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 也是保障其他车辆的行驶安全 只得把车停靠在收费站路边 众人也都没了精神 一路上遇到的困难都停了过来 但这次却生出了深深的无力感 这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得知顺子的爷爷去世了 众人怕顺子知道后 回去的路上会出危险 就各种搪塞让他回去 顺子一声嘶吼打断众人 爷爷 顺子对不出您了 等我抗车回来 我一定要在你分钱 给你可以摆个像头 爷爷一手把顺子抚养长大 老人临终却不能驱送最后一程 心中的遗憾可想而知 顺子毅然决定和大家一起奔赴灾区 那里的人们更需要他 在当地高速部门的帮助下 三轮被装上了拖车 众人也都被安排到了客车上 纷纷感慨世上还是好人多呀 这时高架桥上的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 地震无情人友情 奉献爱心见真情 多么朴实的一句话 我们的国人正是这样做的 下了高速 三轮走在一条蜿蜒的山道上 德山为了躲避迎面驶来的两辆客车 三轮半个车身都冲出了路面 等把三轮车重新退回到路上 司机德山吓得瘫坐在地上 说自己再也不敢开了 就换上了很久没开车的少风继续驾驶 终于走出那片山区 来到了市里 此时家里人正一遍遍地试图联系他们 无时无刻不再牵挂着他们的安危 傍晚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 一块蓬布盖在三轮车上 为众人遮风挡雨 看着风雨中的三轮渐行渐远 他们的心却离灾区越来越近 晚上的雨越下越大 根本无法继续赶路 众人就找了一间旅馆住下 十个人只开了一间房 看着众人挤在一张床上 睡得如此香甜 远在家乡的亲人 却未曾睡过一个安稳觉 第二天一早 众人又迎着朝霞出发了 看着两侧的废墟和断裂的路面 直到汶川离他们已经越来越近 走到路的尽头 下车后看到眼前的断壁残垣 深深地刺痛了这十个朴实汉子的心 他们经过了四天三夜 约四千里的行程 终于到达四川灾区 在后来十八天的抗震救灾中 他们吃苦在前 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了整个灾区 被誉为史上最牛的救援队 请记住这十位朴实的平民英雄 平凡的他们用不平凡的事迹 感动了每一个人 一方有难八方之源 他们一路上也受到各地人民的热情帮助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 刻进骨子里的信仰 身为华夏儿女的我感到无比自豪 视频最后 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我是品明 喜欢视频的朋友欢迎点赞评论 下期见